所有华人圣经教会的问安带给大家 今天特别王牧师吩咐 我们今天要讲一篇传福音的信息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这一段的经文 那我们先来一起读一遍好不好 我没有放在PowerPoint 我们就请各位打开你的圣经 或者是Turn on your Bible 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15章第36节到第16章的第5节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 我们一起开口来读使徒行传第15章第36节到第16章第5节 我们一起来 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课程 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带领乌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宗 他就走遍叙利亚 基利家 兼顾众教会 保罗来到特辟又到苏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人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却是希拉尼人 苏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拉尔人 就给他行了歌礼 他们经过各教会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将教会信心越发兼顾 人数天天加征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信息的题目 就是齐心传福音的教会 那么很高兴 我知道这个每年 现在到了这个新学年度的开始 很感谢神 神特别把安城教会放来这边 在每年新年度开始的时候 就有很多新的学生来到这个地方 那教会就可以开始 在座处发 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教会是在这个U-Math Law的旁边 所以我们也是在过两个礼拜 大概也要有一个迎新会 也是每年都很盼望 能够有新的学生来到我们当中 能够跟他们做福音的工作 那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节呢 这个路加说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兼顾 人数天天加征 那各位弟兄姐妹 教会信心兼顾 人数天天加征 好不好呢 好不好 大家觉得 都应该是很好的事情 很蒙福的事 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教会 也都能够经历这个 教会信心兼顾 人数天天加征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 我觉得保罗 路加特别提到三件事呢 是很重要的这个要素 让这个教会能够经历 兼顾和成长 那么当然呢 教会的质量和人数的加征 是神的作为 不是我们人可以制造出来的 但是神是透过他的子民来做工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呢 这三个教会必须要有的 这个信心兼顾 人数加征的要素 那么就是 我们必须要有同心的教会 有合适的同工 还有要传扬 纯正的福音 那么第一呢 我们看见教会得到兼顾 人数加征呢 需要弟兄姐妹同心合一 来为主做工 来一起努力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教会的福祉里面 若是弟兄姐妹有合一的心 同工的团队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教会弟兄姐妹 在侍奉上面不能够同心合一的话 那么这个侍奉必定会受到亏损 可是如果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一的话 那么大家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每个人都存心谦卑 然后愿意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而且不单只顾自己的事 也顾别人的事情的话 那么在这样的教会呢 一定会看到神的祝福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 说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拉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 看望他们的景况如何 那么过了些日子是指什么时候呢 过了些日子就是指 他们从耶路撒冷大会 就是《使徒行传》15章前半段 讲到耶路撒冷大会 保罗和巴拉巴受了安提亚教会的拆派 他们去耶路撒冷去见使徒 那么在那个时候 他们有开了一次 就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大会 做了一些很重要的决定 然后呢 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又回到安提亚以后 过了一段的时间 那么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看到 耶路撒冷大会呢 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那边做了非常重要的决定 是教会按照神的真理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什么决定呢 就是当这个外邦人 就是非犹太人 他们信了福音 接受耶稣成为救主以后 他就不需要再守旧约的律法 也不需要再守旧约的割礼 因为这些的礼仪呢 只是外表的形式而已 并不能真正的帮助人 生命改变 能够蒙恩得救 所以呢 与耶稣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耶路撒冷大会郑重的声明呢 人得救不是靠着守律法的行为 而是因为相信福音 并且呢 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所以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以后 他们不需要再守割礼 也不需要守这些旧约的条例 那么这个呢 这个真理对外邦的信徒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么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非常挂念 第一次出去旅行 宣教旅行的时候 所建立的这些弱小的教会 年轻的教会 那么保罗也非常希望的 赶快把耶路撒冷大会 所做的这样重要的决定 这么重要的信息 带给他们 因为这些新的教会里面呢 很多都是外邦的信徒 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 结束了一些日子以后呢 他就与巴拿巴商量 要去探访这些教会 把耶路撒冷大会 所做的决定带给他们 那么这件事情呢 巴拿巴也是非常的支持的 因为巴拿巴对这些的教会 同样有很大的负担 那么这些教会是保罗和巴拿巴 两个人一起建立的 所以巴拿巴当然是非常赞成 保罗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们是非常同心的 但是他们对该不该带马可 一起去呢 却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他们就最后决定要分开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 这么大的这样子看法的不同呢 因为在保罗和巴拿巴 第一次宣教旅行的当中 当他们到了庞菲利亚的时候 马可就单独一人 提前地离开这个布道团 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那么这就让保罗呢 对马可有了不好的印象 觉得马可不合适 跟他们一起出去做工 但是巴拿巴却觉得 应该要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 让他能够继续地学习 能够成长 能够得到经验 那么始终行段第四章三十六节呢 告诉我们巴拿巴 他的名字的意思 Barnabas翻成 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劝慰子的意思 就是劝慰 就是安慰人 这样的一个人的意思 就是一个安慰者的意思 就是英文就是 Son of Encouragement Son of Encouragement 所以他是一位特别去 会去想到别人 去为别人想 去关心同工 安慰同工 去鼓励同工 勉励同工的一个人 那么大家都还记得 这个保罗当初刚信主的时候 没有人敢去理他 也是怎么样 也是巴拿巴去把保罗去找到他 然后带领他能够来到教会 那么所以不但如此呢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又告诉我们呢 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 所以呢 再加上有这样的一个亲属的关系 就让巴拿巴更觉得 他应该要关心他这个表弟 要来带他 带领他 重新的来加入师父 所以保罗和巴拿巴的分开呢 这个原因并不是对这个 宣教 事工本身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他们都认为 的确应该要去 再去看这些教会 但是保罗看重的是这个团队精神 那么保罗想要的是一个 很坚强的阵容的一个团队 他怕这次团队出去呢 这个宣教 布道团出去 又再受到马可的影响 而巴拿巴看重的是 这个同工 马可的灵命成长和成熟 希望马可他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 侍奉 让马可可以得到成长 得到坚固 让马可可以成为一个 更成熟的同工 那么我问各位弟兄姐妹 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 你觉得哪一个的看法是对的 你觉得保罗的看法是对的 请你举手 你觉得巴拿巴的看法对的 举手人比较多 我们教会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概举手的大概是一半一半 所以这是一个很typical的 因为有一位解经家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的情况 在这个服饰当中 我们应该是看中 事工的果效 还是看中同工的利益 因为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目标 但是常常在这两者之间 我们就有一些的困难 那么所以他说 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 没有正确答案 什么是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你如何去处理 当有这样的看法不同的时候 你怎么去处理 这样子的意见的分歧 那么 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有道理 那么我们在教会里推动事工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会遇到 教会同工里面对于如何去推展事工 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 有的时候是为了教会事工的内容 策略目标 还有优先顺序 有的时候是为了budget 是为了预算 像我们教会前几年在改建堂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budget就有好多不同的意见 那么 有的时候呢 是因为人的关系 应该要 邀请这位同工呢 还是邀请那位同工呢 对不对 就会产生一些意见的分歧 比如说 教会要选职士 或者是选同工的时候 有的人就是为了 应该是选这一位 还是那一位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么就如同今天的经文里呢 保罗和巴拿巴为了马可 而产生这样的分歧 那么在教会的侍奉里呢 同工之间的差异 在看法还有做法上的差异 是很正常的 这个是很正常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因为教会的合一不是统一 教会的合一不是统一 那么因为神赐给 教会百般的恩赐呢 透过不同的肢体呢 各尽其职 来让教会得以成长 来发挥教会身体的功能 所以保罗在 在哥林多前书就说呢 若全身都是眼 那从哪里听声呢 从哪里听声音呢 若全身都是耳朵 从哪里闻味道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聚各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体在哪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 身子却是一个 那么所以用这个比喻的话 什么是统一 统一就是全身都是眼睛 或者是统一就是 全身都是耳朵 所以这不是合一 而是统一 那么合一就是 我们有不同的肢体 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恩赐 然后能够大家 从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些事情 然后能够一起来 为神国来推动神的工作 所以教会在处理 这个意见分歧的时候 应该要有智慧 来保护合一 并且能够超越 意见的分歧 来推动神的事工 教会如果不能 调和不同的看法 和意见的话 而get stuck 陷在这样的分歧里面 那么这个事工 一定会受到打击的 那么我认为 安提亚教会 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 其实蛮有智慧 就是从一个步道团 成为两个步道团 他们分头去进行 探望教会的工作 巴拿巴带了马可 往西去 到了塞浦路斯 巴拿巴走的路 是他们第一次旅行的时候 第一次宣教旅行的 走的路 往西去 往塞浦路斯去 所以巴拿巴带了马可 去探望了 他们第一次往西去 在塞浦路斯那里的教会 而保罗带了希拉 往相反的方向 往东北去 看望叙利亚和基利加的教会 那么正经告诉我们 他们出去受到 安提亚教会的祝福出去的 他们各自带了 同心的同工 分头去为主做工 所以这次的分开 我认为是一个策略上的决定 而不是决裂 那么让两队 同时进行 探望众教会的工作 那么圣灵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告诉我们 保罗他是继续地与巴拿巴同工的 而且他后来也与马可 是密切同工的 我们从后来的保罗书信里面 可以看到巴拿巴 继续地与保罗同工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九章第六节提到 巴拿巴是与他同工的 因为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 所成立的教会 所以哥林多教会并不认识巴拿巴 可是保罗在信里面提到巴拿巴 就表示说 哥林多教会后来是认识巴拿巴的 那么保罗就特别 跟哥林多教会说 巴拿巴与他同工的状况 那么巴拿巴没有放弃 马可也是对的 因为马可后来成为神重要的仆人 马可后来与使徒彼得在一起 有密切的同工 而且透过彼得的口述 他写下了马可福音 如果没有马可呢 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马可福音了 那么保罗他自己后来也与马可同工 保罗后来在他的三封书信里面提到马可 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 在菲利门书第二次节 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 他都提到马可是保罗非常得力的同工 所以安提亚教会这次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 并没有让保罗和巴拿巴就决裂了 而是他们就分头出去 一个往西一个往东去 同时的去传扬福音 往不同地区的教会去照顾这些教会的需要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compromise 是一个包容性的一个做法 那教会在侍奉上面呢 我们应该要学习这样的态度 就是在真理上我们绝不妥协 但是在不违背真理的范围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有智慧 要有谦卑温柔忍耐 保守圣灵所是合而为一的 保守圣灵的合一 那么我们在服事当中 常常会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做法 如何地以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互相支持的态度呢 来同工是非常重要的 保罗和巴拿巴分开 他们两位都有教会的支持 他们并没有成为互相攻击 他们也没有决裂 他们就各带一对的宣教团队 出去为主做工 并且日后我们看到 他们仍然可以密切地 在主理同工 所以在真理上我们不能妥协 绝不能让步 但是其他的方面呢 我们都可以用智慧和爱心 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 我们以神的事工为重 以这样的态度 以神的事工的利益为重 以这样的态度 我们也可以学习 安提卡教会的榜样 用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用建设性的心 来彼此包容 来在主里合作 来为主同工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呢 就是教会得到兼顾和兴旺的条件 就是有合适的同工的参与 那么有了好同工加入 侍奉 神的福音工作就更加得利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呢 路加说保罗来到特弊和路斯德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先前 在第一次宣教旅行 他和巴拿巴来过的地方 那么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呢 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旅行的时候 在那边行了一个大神机 让一个生下来瘸腿的人 可以起来行走 但是在那个地方 他们反而受到当地人的攻击 保罗被石头打几乎丧命 但是虽然他们遭受了极大的抵挡和困难 但是我们看到神透过 保罗和巴拿巴的中心的摆上 勇敢地宣扬福音呢 这个福音在那个地区终于传开了 而且他们第二次回去的时候 在那边已经有了教会 所以当保罗在这次回到路斯德这个地区的时候 我们看见不但教会已经成立起来 而且呢 已经有一群中心信主的弟兄姐妹在那里 并且在那个地方 保罗他拣选了提摩泰 来加入他的宣教团队 那么我们从这三节经文里面 透过保罗如何邀请提摩泰来加入他的布道团的经过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三方面 关于这个合适同工 人选 有什么样的特质 那这些特质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同工 我们所应该要去追求的 那么第一个特质呢 就是这个人有好名声 我们保罗从来没有见过提摩泰 所以保罗他怎么敢 就是邀请提摩泰加入他的宣教团队 对不对 我们从保罗对马可的态度 我们就知道保罗对谁能够加入宣教团队 他这要求是很严格的 那么保罗这个时候他并不认识提摩泰 那他怎么会带提摩泰 让提摩泰加入他的宣教团队呢 也许我们会想说 提摩泰给保罗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也许他的性格很好 圣经很熟 或者是有很好的属灵恩赐 所以让保罗一看就很欣赏他 但是这一些今天的经文都没有提到 今天的经文说保罗决定带领提摩泰一起去宣教 是为什么 今天的经文特别告诉我们 路加特别写下来 保罗选了提摩泰是因为路斯德和以戈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都称赞他 当地认识提摩泰的基督徒都夸奖他 因为提摩泰是有许多见证人所称赞的 那么这就让保罗他很放心的 能够挑选他做同工 各位经文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要有好名声 这并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为自己争取荣耀和名誉 也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好名声是因为我们有地位 有成就 有学问 这些提摩泰都没有 好名声代表的是什么 好名声代表的就是弟兄姐妹对你的看法 这是经过观察 在一起团契生活 大家得到的一个结论 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想要从你身上看到的 他们期待从你身上看到的是什么 不是你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来给他们看 对不对 经过姐妹乐意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们想要看到的是你这个属灵生命的品质 你这个灵命的果子 所活出来的见证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都是我们只有在教会生活里面 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 大家能够看到的 除了属灵生命的品质的展现 还有属灵恩赐的使用 有属灵的恩赐很好 但是要好好的使用 才会让在众人的面前有好的见证 我们从提摩泰后书就知道 提摩泰是从小就 好好的学习圣经的 这个也是教会夸奖他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教会弟兄姐妹的称赞 不是一天两天短期就可以建立的 也不是经过 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大家才有这样的信心 能够带出来这样子的夸奖 而且这也不是远距离 可以观察到的 我知道在COVID以后 很多人就改成 prefer remote 但是很多事情呢 只有在近距离的 传细生活里面 我们才可以观察到 这是必须在弟兄姐妹 在一起生活 一起服侍 一起团契 一起经历 生活的高高低低 还有事工里的 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处理 要经过这一些弟兄姐妹 才可以观察到的 我们remote 很容易维持一个形象 但是真正看清楚 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提摩泰如果没有好的灵命 光是有恩赐 知识学问 对圣经的了解 口才能力 我相信大家不会称赞它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要追求灵命的成长 让我们努力 愿意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 成为弟兄姐妹所称赞的人 在你的家里 你的妻子会不会称赞你 你的丈夫会不会称赞你 你的儿女会不会称赞你 你的父母会不会称赞你 这个就是从自己的家里 从自己的教会开始的 我们不是讲那种 你要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然后大家都觉得你 把你看得很高这样子 我们讲的就是成为 配偶 儿女 教会 弟兄姐妹的榜样 当然我们教会需要这样子的 弟兄姐妹越多越好 这样在教会里面这样的弟兄姐妹 不怕多只怕少 那OK 好 第二个 所以今天是到几点 十一点 OK 好 那第二个和事同工的特质呢 就是这个人必须有心 他愿意服侍神 他不一定有经验 但是他有愿意服侍的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提摩泰当时还很年轻 他没有经验 那么 但是他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 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 他就马上愿意做出回应 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 邀请弟兄姐妹出来服侍的时候 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 他说 I'm not ready 然后就 请这一位 请那一位 对不对 那么 所以呢 不想出来服侍的呢 总会有许多的借口 要不就太忙 要不然就是not ready 或者说他比我更好 但是呢 提摩泰他马上就回应了保罗的邀请 而且呢 他愿意配合保罗所提出的条件 什么条件啊 就是受割离啊 这个 如果 有人邀请你 参加短宣队 你答应 我们都很高兴 对不对 然后邀请你的人说 你不但 我不但邀请你 但是你去以前 你得受割离 我们在 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的记载里面看到 教会已经 明白的决定 信徒不需要接受割离 也不需要遵循摩西的律法 那么为什么保罗还要 被犹太人所接受 那么保罗就认为这是值得去做的 那换了一个人也许他会觉得这样子的 我已经答应要跟你去吃苦 要出去宣教 这不就够了吗 那还要动手术 行割离 但是我们看到 提摩太人他就做了 他也没有推辞 是他自己愿意的 他马上就去 就去动了手术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 神他现在就可以用你 教会现在就可以用你 就看你是不是愿意 你是不是ready 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摆上 为神所用 当牧师或者是教会的同工 执事来邀请你 参与侍奉的时候 你是否认真的愿意来祷告 考虑参加 神看重的是你摆上的心 而不是看你是不是 有各样非常好的条件 教会需要你 教会来邀请你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放在神的面前 我们来祷告 看神是不是真的 要你这个时候出来 第三我们做一个合适同工的特质 就是有决心 很吃苦 愿意尾身 不会半途退缩 有的人是愿意出来 但是像马可一样 马可在第一次旅行的时候 因为出来传福音在那个时候 不是很容易 是要吃苦的 保罗他的第二次宣教旅行 他这次带了提摩泰去 对不对 那么这次的宣教旅行 前后一共三年 三年 所以不是一个 很容易的一个宣教旅行 那么保罗需要有 有决心肯吃苦 有毅力 决心努力传福音的人 不管环境如何 他们都不会退缩 他们愿意 齐心的来为主做工 直到神说你们可以回去了 他们才回去的 那么果然呢 我们在史诺行 史诺行案第十六章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 这一次的旅行不是很顺利 不是很顺利 第一呢 他们旅行的计划 受到圣灵的阻挡 一改而改 保罗的团队 本来想要往亚西亚去 结果圣灵不准他们去 而且圣灵也不告诉他们 我不准你去 那你应该要去哪里 他们就只好在那里寻求 祷告 那怎么办呢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就绕道 经过福利加和加拉太 到了美西亚 那个时候不是像今天一样 这边去不了 那就开车就去了这边 那边是用走路的 绕道是走路绕道的 他们想往比推尼去传福音 没想到圣灵又阻挡他们 他们就没有办法 只好去了特罗亚 并不是说圣灵带领他们到特罗亚去传福音 而是他们在特罗亚 继续地等候圣灵的引导 他们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所以如果你是宣教士的话 当你所定的这个宣教计划 完全行不通的时候 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非常 当我们的事工 没有办法照着我们所定的计划 往前推展的时候 我们的童工团队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让童工们灰心的 一个景况 然后圣灵透过异象带领保罗的团队 从特罗亚过海 进入欧洲到了菲律比 所以这明明就是圣灵的带领 圣灵带领他们 第一次进入欧洲 到了菲律比 那么是不是他们就可以顺利地传福音呢 没想到他们到了菲律比 开始传福音 保罗和希腊就遭到牢狱之灾 而且他们还被打了一顿 还打伤了 然后还关在监牢里面 还扣上脚镣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工作很不容易 所以保罗他对核心同工的要求 就是他们能吃苦 他们能够 他们做了 他们要有commitment 他们要愿意伪生 一旦伪生 他们就不完成 就不停止 他们愿意的一起 同心的去为主做工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我们要 第一呢 我们要摆上自己 在教会里面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好名声的同工 第二我们愿意有服事的心 然后第三呢 我们要有伪生的决心 这个是第二方面关于何事的同工 那么第三 就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传扬纯正的福音 传扬纯正的福音 那么今天的经文说 他们经过各程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征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路 路加指出保罗布道团 给众教会所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那么第一呢 就是教会的信心加征 第二就是教会信主的人数天天加征 那么为什么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呢 那么第四节就说了 第四节说了 保罗说 路加说 保罗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那么这边的条规就是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所记载的 耶路撒冷大会所做的决定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什么决定 就是外邦信徒成为基督徒以后 得到救恩不是靠着割离 也不是靠着遵守旧约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 而是单单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么外邦人信主 是否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受割离 这个事情当时在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当中 曾经带来极大的纷争 当时在犹太地以外的教会里面 这两种的信徒都有 那么犹太信徒因为他们 民族和文化的背景的关系 所以信主以后 他们仍然是遵守摩西的律法和割离的 但是如果他们坚持需要这样做 才能够得救的话 这个就是把人为的条件 再加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那么纯正的福音呢 就是神爱世人 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成为人 担负了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赎了人的罪 并且他第三天复活了 战胜了死和罪和死亡 那么凡是承认自己的罪 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 就能够得救 得到罪的赦免 脱离死亡 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个是福音 所以当保罗和希腊到各个教会 把使徒所澄清以后 关于真正的福音的消息 能够带给各个教会的时候 把真正的 纯正的福音带给教会的时候 这个就安慰了众教会的心 除去了一个叫他们中间 有不合的原因 他们如果本来对真理有什么不清楚 混淆的地方被除掉了 那么他们就能够核心地来敬拜神 并且有了符合真理的教导 这个教会的信心就得到兼顾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传的是一个纯正的福音 是把神的真理来带给这些需要听到福音的人 今天很多教会讲的是人喜欢听的福音 是人喜欢听的真理 很多教会喜欢追求的目标是 人数天天加重 那当然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目标 但是追求这个目标的前提 就是正确的动机和信仰的基础 我们的教会必须是一个传扬真理的教会 唯有神的真理才能够真正给我们有真正的信心 也唯有真理可以带来人心的转变和接受救恩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读了 这个《马海福音28章》 第16节到第20节 耶稣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在这边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 如何的要去传福音 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耶稣没有吩咐我们的 我们就不要教训他们去遵守 这就是要我们传福音 传扬耶稣 所给我们的福音的真理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教会就能够得到兼顾 并且透过传扬福音 我们盼望神把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好 我们一起地后祷告 天后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 透过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 我们看见你所给我们的使命 是何等的重要 同时我们也愿意 教会的弟兄姐妹 能够起来 能够愿意投入这样子 伟大的施工 主啊 我们愿意祝你自己来带领我们 好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 在你的手中能为你使用 把这荣耀的福音 能够带给我们周遭 还没有信的人 主啊 愿意祝你自己来 改变我们的心 成为好土 主 你的话语 能够在我们的心里 生根发芽结果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们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再次的感谢神 借敬新华牧师 所带来的信息 在我们要迎接欢迎新生的 切闹